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一起读上面的字 我的家有 我的家有 房间 我们一起读房间 房间 第二张图是 浴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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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个图是 客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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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个图是 厨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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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 船 灯 还有 放衣服的衣橱 你们家里的房间的墙壁是什么颜色呢 是白色 也有 这里的图片是蓝色的 还有照片 还有小灯 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房间有些什么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浴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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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们 冲凉的地方 我们来看冲凉里面有些什么 冲凉的 这里挂着的是 宣布放着那些洗头发用的 洗身上的 还有 镜子 还有哪一些 还有 洗手的 盆子 还有上厕所的 马桶 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浴室还有些什么 这里的墙是粉色的 你们浴室的墙是什么颜色呢 这里上面那个黄色是灯 好 来 我们看第三个图 第三个图是客厅 好 我们看客厅有些什么 客厅有灯 有时钟 还有照片 相框 最重要的客厅有 沙发 你们的客厅有沙发吗 有 一定是有的 还有 暑假 放暑的暑假 还有放一点 小花盆 还有花 你们的客厅大吗 很大 客厅的地方是很大的 还有灯 好的 我们看下一个 厨房 厨房是妈妈煮菜的地方 我们来看厨房有哪一些 有很多厨房 厨櫃櫃里面放的都是盘子 杯子 然后这些挂着都是刀 你们可以去你们厨房看一看有哪一些 好 我们再读多一次 房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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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厨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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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来读上面的字,哪些东西适合放在客厅,把它们涂上颜色。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,这个是我们上厕所的马桶,它可以放在客厅吗? 同学们,不可以,它是放在浴室的厕所里的,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它涂上颜色。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,这个是电视,电视我们可以放在客厅吗? 可以的,所以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颜色笔,把电池采上颜色。 采好之后,我们来看下一张图,冰厨。 你们认为冰厨适合放在哪里? 冰厨是放在厨房的,冰厨不适合放在客厅,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它涂上颜色。 好,我们看下一张图,沙发。沙发适合放在客厅。 是吗?同学们?是的,所以你们可以把沙发涂上颜色。 涂好之后,我们看下一张图。 这个是我们睡觉的床。你们认为床可以放在哪里? 放在客厅?不是,我们的床是放在房间里。 所以我们就不用把它涂上颜色。我们只把电视和沙发涂上颜色。 好,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。下面的字,老师明天再教你们如何写。 好,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我们就下一次见。拜拜。